离岩石巨人的洞穴不远了 给每个螳螂都配上武器 螳螂小队已经装备完毕 虫们 全体跟随 我们走 好了 准备好 开炮 嘿 打高了 炮口向下 再试一次 开炮 太好了 终于打中了 他转了个方向 我们跟过去 OK 瞄准 开炮 嘿呀 还会低下头来躲我的炮弹 再来 Nice 他又把头转到一边了 我让四风流在原地 而我则到另一头去攻击 拿出火箭炮 装填弹药 OK 瞄准 射击 中了 不过 我这一怕好像惹怒他了 他开始反击了 他在疯狂地踩踏我的巨兽门框 周围的一大块区域都被他踩了地洞山摇 他实在是太庞大了 这样下去 我的巨兽门框也顶不住啊 他现在的怒气非常大 对我的火箭炮没有丝毫的畏惧 不好 我的巨兽门框已经被他踩碎了 他一扭头就向我这边追来 快跑 看来 要驯服泰坦龙 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今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要驯服泰坦龙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我也返回沙漠 休整一两个小时 应该就到点了 今天 我一定要打败岩石巨人 救出凌峰 而这只泰坦龙 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 气温突然升高 难道 该死 果然是极热天气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诶 后面什么声音 那一团火焰 是火凤凰 竟然有两只 这极热天气 来的可真是时候 要是再晚一点 我就错过了 我记得采徐好像说过 这个世界有三只火凤凰 我已经交给幕后者一只了 也就是说 剩下的两只都在这里了 这也算得上是 这个世界的一大奇观了 实在是太热了 戴上太可头盔 这样就能调节内部温度了 它们飞远了 赶紧跟上去 不过 它们现在开始分开行动了 一只在我的附近 另外一只已经飞远了 这种情况 想要拿下它们两个 已经不可能了 我只能跟上这一只黑色的 然后驯服它 不过 极热天气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万一为了驯服它 耽误了时间 临风可就危险了 不行 我得主动跟上去 用我的火焰燃烧枪 在空中驯服它 OK 靠近它 给它加点火焰 极热天气结束了 它消失了 换成了灰烬 隐藏在地上 它的位置 大概就在这一块 它是从正上方掉下来的 太客头口的扫描仪 扫不出来它的位置 试试看能不能打中它 找到了 给它喂食火焰 不行了 时间来不及了 只能先把它困住 等下次节日天气 我再过来把它驯服 好了 速封 我们准备返回 好了 把我刚驯服的新伟兽小队 放出来 有只集齐过来了 它该不会想不开 要先动手吧 唉 果然 想死 谁也拦不住啊 新伟兽们 你们就埋伏在这里 我会先和岩石巨人开战 收到我的信号之后 马上赶过来 然后 将它们一网打尽 终于回来了 离岩石巨人的洞穴 不远了 给每个螳螂 都配上武器 螳螂小队 已经装备完毕 虫们 全体跟随 我们走 刚好到点 他们也出来了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我们就按下来 这些团队 有什么事 我们开始 转发 转发